大家好,我是爱元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元神 5.3火神力会延期 心里悦四星要来了 他不是有惊喜要放出 元神5.1下半深渊使用率出炉 来历一人霸榜 中年位置略尴尬 元神5.3奖励安排 旅行者换新衣 新角色插队 动画消息来了 元神恰斯卡并非对抗真神 胡桃与弗尼娜都可以飞天了 三龙太搞笑 元神5.3火神技能放出 满命五星可获取 恰斯卡PV发刀 旅行者新型来了 根据时间的安排 官方将会在11月16日更新深境螺旋 800元时等待玩家领取 在11月18日 还会放出5.3版本的角色例会 另外 5.2版本将会在11月20日正式上线 那么还有哪些新增资讯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就是有关5.3版本的卡石安排 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 马威卡 咸云 倩特拉利 伤害的这个版本卡石消息 还是比较符合玩家预期的 不过由于是跨版本 更准确的消息 还需要等到5.2版本开服后才能确定 所以旅行者先把原始囤好即可 由于5.3下半正好卡在过年 所以一年一度的海灯节也即将开启 根据目前的消息来看 就就确定的两款皮肤为夜兰和胡桃 大致了解下即可 不过倒是可以提前囤一些创世结晶 目前有关火神技能的说法是 可谓对我提供夜魂池 大招增加抗打断提供全队伤害减免 二命效果则是 当发生火元素反应时全队伤害提升 六命则是 释放战技后 提升自身普攻 重击伤害 协同攻击伤害 考虑到马威卡的位置 怎么说也要抽个2加1才可以 至于情况是否属实 可以期待一下11月20日后的消息 根据前瞻消息我们可以看出 旅行者需要解决完那塔的全部危机之后 才能够与神像共鸣 获得火元素之力 按照剧情的发展来看 5.3版本就可以结束那塔的主线了 所以这个版本不仅马威卡会上线 那塔主线结束 旅行者还会获得火属性 获得新形态 根据舅舅表示 官方会直接放出满命的获取方式 至于强度如何 就让我们拭目以待 最后 夏斯卡PVE出 官方发到4把 嗚嗚嗚 笑不活了家人们 时代变了 胡桃和弗妮娜也拥有飞行能力了 单纯这是觉得太有趣 分享给各位 根据时间的安排 玩家所期待的5.2版本 即将在11月20日上线 我们很快就可以看到 马威卡和倩特拉利的实际演示 除此之外 在5.3版本的下半 还将开启一年一度的海灯节活动 那么都会有哪些奖励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按照往年的安排 都会有一个千到零十年的富贵灯门奖励 5.3版本也不例外 另外 则是大型版本活动 具体信息和玩法还需要等下后续消息 三款皮肤 但不仅限于黎月角色 目前推色的候选人游夜兰 安排 香菱以及胡桃 上一年官方额外赠送了三个纠缠资源的奖励 今年的奖励或许会增加 哪怕按照原本的设计发放也在情理之中 另外 还有一个自选四星的活动 按照传统 会有一位新角色入场 但也不能完全确定是四星 万一空降一位心黎月五星角色呢 总是玩家按需选择即可 对于原神第四周年的海灯节 各位旅行者们其实还是很期待的 既然在之前都换衣服了 那么在海灯节版本中 是不是也会有新衣亮相 不知这一次 官方会给玩家带来怎样的惊喜 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 还剩下一安三汉依法没有入词 通过新增消息来看 有一位新角色即将亮相 在5.4版本中 将会有一位到期角色登场 回顾了一下4.0大版本的设计 前置也是差不多这个时候上线 建模很好看 但就是少了铺垫 不知这次官方的设计如何 值得期待 最后 根据网络消息 原神长篇动画的官方IP制作公司 即将在推特上发布首篇官方预告 鬼灭之刃和魔业的动画 以及东映动画的人员 已确认参与该项目 虽然说有关动画的消息 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放出来 但这次是不是真的快乐 希望能够在年前见到 其代应 给龙队伍为主的弗宁娜 西诺宁 纳维莱特登顶 其中多了一位钟离 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看了下半还是钟离更吃香 在第二等阶排名中 幻影以67.6%的使用率位居第一 其次则是夜兰 班尼特 纳西达 汉布拉阿蕾奇诺 真不愧是我们的六星火神 只是背景非常显眼 由于西诺宁的加入 白族的使用率降低 只有32.8% 看来在西诺宁复刻之前 白族基本可以保持在这个水平了 雷队由于巴芬提排名略低 看来角色强不强 还得看深运巴芬娜 然后再来看一下队伍使用率的情况 排名第一个的是星晋队伍 原本的百万福白被替换 变成了纳福万希 下半由于水行换人的关系 提巴达中使用率高达24.4% 晋升至第二位 后续的角色使用率基本比较均 另外比较有意思的是 在第19名中 莱欧失利靠着5.6%的使用率 弯强的扛下了上半和下半的挑战 处理拉满 怪不得官方一直不肯让莱欧复刻 原来实力这么强 上一次还是水龙一人通关 下次这么强的角色 怕不是我们的马威卡了吧 由于没一次的深渊buff不同 角色使用率 队伍排名情况会发生一些变化 角色排名不影响玩家对他们的喜爱 真没想到 火神的力会延期了 按理说应该在11月18日晚18点发布的 结果到点之后官方并没有动静 反而是隔壁崩帖 放出了2.7版本前瞻推文 类似立会延期事情很少见 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根据网友们提供的消息来看 很有可能和TGA公布或奖提名有关系 按理说立会信息应该和这里奖项 关联并不是很大 难道是官方还藏了大活 如果提名的话 会不会有更好的奖励放出呢 根据推测 5.3版本的卡是维马威卡 仙云 倩特拉利或申赫 但要注意的是 考虑到下半还有一个海灯节 所以肯定会有一位心理乐角色登场 如果不是平佬佬的话 那么官方大概率会安排一位空降角色 难不成这位角色比较特殊 所以官方才延期了 至于汉利会延期有没有关系 暂且不知 还是要看一下官方次日的操作 所以各位旅行者先不要太着急 次日就会有新内容了 官方已放出5.2版本的预下载 以及上半的卡时信息 限定五星安排为 恰斯卡和林尼 四星陪跑巴巴拉 砂糖和欧洛伦 这样来看 只有新角色值得玩家去捞一捞 但不推荐为了四星角色下卡时 很容易歪出至于5系陪跑 分别是神浪的回旋 醉花之灵 敌剑 冲剑 西风场香 还是那句老话 非RXP玩家 在原池并不是很充足的情况 不推荐玩家抽取5系 不如留着原池抽高命火神马威卡了